Hello 大家好 我是Vizia 今次這段影片就是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我的即日的study vlog 我今天安排得比較多東西做 還有我都會進行一個比較高強度的學習日上 所以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事不宜遲 我們就立刻去片 今天的早餐就是兩隻煎蛋 我買了兩樣新東西 第一樣其實就是這個芭蕾帽的腐肝 雖然其實它真的超瓦頂 我買過這樣的東西放在家 但是因為我真的想有些時間在家練習 其實我現在正在跟著一個線上的課程 類似是一個電腦版 我就可以在家多點時間練習 因為我有時就算一個星期上一至兩台芭蕾帽 其實我覺得也不夠 我是真心喜歡的 我當它做運動也好 怎樣也好 所以我就買了芭蕾帽的腐肝 還有第二個就是一個一字馬神器 但是那個神器 我就要轉頭才拿給大家看看是什麼樣子 不算特別重 所以我要搬出去其實也很簡單 平時不用的時候就放在這裡 首先因為它也很長 它也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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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壓上去其實也不會軟 而且高度比較適合我 外面那些芭蕾帽的中心 有某一些學校 甚至我之前那幾間學校 其實它的符肝也是相對 以我的身高來說比較矮的 它們的符肝是 是給一些小朋友 可能香港人的女生的身高 都沒有那麼高 這個它有七檔的高度可以調 現在說不至於有沒有 大一陣子 在這裡 你喜歡 你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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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做完剛剛那個芭蕾的運動 很熱啊 我已經出汗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出汗了 我已經是開了冷氣 做到我實在受不了 所以我忍不住開了冷氣 然後做了他整條影片 39分鐘 差不多40分鐘 因為連起來 我要搬一些東西 大概做了一個小時左右 再連前後的拉筋 他其實跟我上課很相似 他學過的東西 不過他這個是比較難的 他可能會趕快一點 動作可能會複雜一點 譬如動腳的時候要快一點 但我覺得作為自己在家練習是OK的 但我不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有心學芭蕾舞 我不建議大家是自學的 因為自學的話 你可能會 那些重心會歪 譬如有時候我自己做的時候 因為我家裡沒有鏡子 其實我也看不到 我自己究竟那個手型漂亮不漂亮 或者是腳有沒有身尖好等等 所以 因為 就變相作為日常練習 我覺得是OK的 但我不會是用這個來自學 我也是要在有老師的情況之下 其他日常時間 即是早上做運動就做這些 巴雷舞的練習 我覺得其實跟這個 Tutorial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我可能試多幾次同一個 我就會慢慢熟他的動作 剛剛還原了架子 放回去 但因為我出了很大行 所以我就換了一件上身衣 也穿了一堆襪子 這個就是一芝麻神器 我都可以稱它為 你看我滿清18個月 因為真的很痛 你坐上去 然後你壓中間的肝 基本上你對自己狠一點 它最準確就是可以做一芝麻 但是我的筋 超級超級硬的 所以其實我抹不到很大 我想大概 比90度再多一點 然後順便 我想開一下我的動心 因為我做這些的時候 通常我會做其他東西 但是 我又不想這段時間看書 所以我就決定一直壓 一直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動心 好嗎? 我都短暫戴上一副眼鏡 因為我開始戴那麼久 隱形眼鏡 我的眼鏡會很乾 其實你就是把腳放上去 然後你就壓中間的肝 壓完之後 它基本上是不能動的 如果你要動的話 你就要走回去最準的位置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動心度 因為其實我之前 很久之前 已經是想拍影片 去跟大家分享動心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 弄好那肚子的時候 已經是過了動心最出名的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過了那麼久 遊戲已經出了一年多 我才再拍五星左右 會不會太遲 所以我就沒有拍到 然後發現 但是過了拍攝的黃金時期 就不知道怎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我的頻道本身 也不是關於打遊戲遊戲的東西 但是當時我買的這部Switch 是遙遙全全地為了這個遊戲而買的 我的島的名字 就叫文藝島 因為我以前 舊頻道的名字 我是叫小文藝 我的島是走一個 法式花園的一種風格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開 就會知道我很喜歡一個 叫幕內的畫家 其實我很喜歡 很喜歡那種 法國的鄉村生活 我比起城市生活 我更喜歡 這個 比較鄉村的生活 而且我很喜歡白色 所以大家看到我 周圍的東西都是白色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島的中心 我直接把我的房子 建在中間的位置 這裡就是我的房子的樣子 很快和大家渡覽一次 因為我不想影片太長 這裡就是第一間房 然後這裡是廁所 這就是一間 休憩室的東西 有一個很溫馨的 聖誕風格的客廳 因為我很喜歡聖誕節 而且你看到我每間房子都有琴 朋友經常參加我 為何你周圍都有琴 對 我也想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周圍都有琴 照片就是這裡 我長期關燈 因為它有一個夜景的壁紙 關了燈看會比較漂亮 好 出回來這間房子 基本上下到這裡兩層 其實我是拿兩種花來 砌了一個心心出來 然後下到下面 就是一個庭園的東西 兩個比較漂亮的花園 然後前面直走 繼續是一個花園 也是走這種歐式風格的花園 然後再前面 這裡是沒有空弄的 所以它亂到什麼 因為整整一下都已經半房氣 這裡有處理過 就是海邊的位置 我這邊是正中間 然後我往左邊走 就是有一家露天咖啡 也是有琴的 我真的有很多琴 周圍都有琴 在剛才對面的露天咖啡 過來就是一個歐式的庭園 我超喜歡這些雕像 不同類型的雕像 但我大位獎 比我比較喜歡它翻版 因為它翻版拿著一本書 我比較喜歡它拿著一本書 這個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 也是這個雕像 這幾個雕像我是非常喜歡 所以我倒入也有很多 然後再過去對面 其實又是第二個西式庭園的位置 很多這些噴水池 雕像 這樣的東西 然後在這邊走過去 就是一個露天的地方 就是我盡量弄到像 像多一點 幕內或者法國 比較鄉下的地方 然後這裡走過去 就是有更多的東西 上面就是那間博物館 我自己就組了一些月亮 讓它看起來有點層次感 大家有留意到 我的島 整體是比較平的 就是我不喜歡 起到很難走 很凹凹不平 所以基本上 只有我家 還有博物館 是高了格的 其他地方 我全部都是平地為主 然後這區是有少少不知道做什麼的 就是有少少日式的東西 然後這裡走過來 就有區路邊的市集 然後過來 就是有第二間屋 我當時其實混了很久 怎樣去建建第二間屋 在同一部相機裏 多一個帳戶 然後之後 它最多可以有四間屋 然後你用回第二個帳戶 進回同一部相機的遊戲 就可以有多一間屋 這邊就是那架 狐狸船會經過的地方 第二間屋 就是少少不同Style 同一間屋 我也很快給大家看 這裡就是大廳的部分 直到是這樣的樣子 偏向綠色多一點 右邊就是廁所 就是走這個好像溫泉的東西 左邊那間房 就是一個 藝術的空間 就是一個這樣的餐廳的地方 然後上面就是一個很大人的書房 然後一出去繼續往右邊走 說超多雜草 這裡這一區是還沒建的 就是它是一塊空地的地方 可能遲些 如果有心機的話 可能在這裡做些東西 可能也會做一個 圖書館 或者咖啡廳的東西 好像容易露營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區 都是一些比較大自然的地方 然後再往右邊就是一堆 我的賭文的家 可以給大家看看我什麼賭文 對了 這裡就是我的賭文 那就是有傑克 都是一些比較出名的 我是特意買那些卡 這隻拆拆軟是我原生的賭文 我原生已經有一隻 是當時比較出名的人氣角色 然後 還有我最喜歡的美玲 它很漂亮 還有這隻布丁狗的紅 我有選過的那些樣子 所以我選擇一些比較有趣的 放在那裡 所以他們的房子就全部在這裡了 然後這裡就是那間商店 也放在這裡 然後左右兩邊就有一個 日式的小小休憩區 然後這邊我搭了一條橋過來 那就是沒有印良品 沒錯 我喜歡到直接在一區 是不是很遲 我覺得其實值得很遲 除了露天或者無影 是不會有這些公仔之外 就是我把那些配色差不多的東西 全部放在一起 因為那時候我做的時候 它沒有那麼多的傢俬 現在會多了一些櫃 那些東西 就是你可以把這些鞋放得好一點 但是那時候我是沒有的 所以我就是隨便噴我感覺 還有這個香噴機 簡直是沒有人良品的精髓 超級好笑 穿這間Muji Cafe 穿那些傢俱區 是不是很搞笑 這個 很遲 我覺得自己做得很遲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是這樣的樣子 給大家最後看看 剩下的那區 這邊就是回到服務處 也是機場那邊 這邊就是那個 機場那邊出來 我也做了兩邊的噴水池 上面也有兩個雕像 就是左右兩邊 就是兩邊的噴水池 迎賓 然後左邊就是回到我家的位置 就是一開始跟大家介紹的這個位置 大致上 這個就是我的島 要來溫一下書 放在這裡 8點 剛剛做已經這麼多 8點 都可以 因為我今天也有很多工作 所以我應該沒有時間 說練書法 或者是看書 都未必有時間 可能等一下可以拿大本新書出去 可能去上課那些坐車時間 可以看 因為我要溫一下 我明天有個KRIS 這裡整個 三十二板 我要背好它 準備練一會兒琴才繼續溫 所以先等我開了 我已經收了琴了 放好一點 我有兩個小幫手 新買的 這兩個 這就是韓國的計時器 很多韓國的讀書 你會看到他們都有用這個計時器 它就是這樣拍一下就會開始計 然後你再拍一下它就會關掉 有時候就會記錄到自己溫習了的時間長度 還有連琴的時長 因為我今天有很多功課 還有很多測驗的要溫 所以我就不練太久了 就是過年鐘 然後這一個就是 我在十二元店買的 通常我練琴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想 計一下 譬如一隻手 我很不熟的時候 我可能會用次數 去令我有些動力去練 也都可以確保 我不會彈彈一下 突然精神上走了 所以我就彈一下就可以這樣 這個是那些計人頭那些 這個東西都是十二元的 在兩種器材上 就是我們看一下 用同 Gröning 同樣的 maneira 旁邊的音樂 其中一個聲音 makes it a consistent 你可以做另一種 就是一切相對 用同樣的聲音 混合 同樣的聲音 在那些音樂 現在換了新的香桌 之後就更方便了 因為我這樣點香的時候 後面有個支架 可以盛住那些香 因為之前我用過這個香桌 當你動到它 或者風吹過的時候 它一些灰會滴到那張桌子 它的熱力就會弄焦了那張桌子 所以後來我換走了舊的桌子 我換了這個 稍微深色多一點的顏色 我順便也換了這個香座 用了這個香座之後 它就會很固定地把灰滴到下面 我就可以保持 我每一次點香都不會燒到我的桌子 或者不會弄髒的桌子 我上次京都那些香都依然是繼續用的 就這樣吊著它 然後你放在旁邊不動它就可以了 除此之後我都會開這個Marshall的喇叭 然後我就會去聽這個 這個Piano Music 就是我把它的頻道的名字打在這裡 它就是吉博力公司的音樂 還有就是迪士尼的 主要是這兩大類 但是它的音樂是會配有一些白噪音 還有它是非常舒服的聲音 就是我喜歡聽著一些歌 這樣去做東西 我的精神會比較好一點 我通常是喜歡聽有雨聲的版本 或者是接下夜 下夜就是它會有一點點 螢火蟲的聲音 所以也是非常舒服的 那我試一下 譬如我開一個是海的 大海的聲音 它就會這樣 我給大家聽幾秒 我開來給大家聽幾秒 因為有版權的關係 所以我沒辦法這樣開著這些音樂去場表演 它就是這樣配著這個音樂 非常舒服的 那我就會來繼續我晚間的學習 再次一會 再次 想 earn you Dadam